学了之后 得干 这才行 就是一定落在日常生活 它就起作用了 这个作用会带给你发喜充满 无论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 迎人而解 不要去思索 这是什么 亲近心起作用 一般人做不到 为什么呢 他那个杂念太多了 他心不心紧 他要想思考 问题现前他要思考 思考里面就发生很多错误 这就是知识 我们常讲知识 不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呢 知识是妄想 智慧能解决问题 智慧里都没有妄想 清净心就生智慧 所以我们学东西也很麻烦 学东西是你要不知道学习的 要理 不知道学习的秘诀 就会变成知识 这秘诀是什么 骂明菩萨叫我们 我们看书 不执着 文字下 不执着 名字下 名词属于 这个是在家的时候 是应该的 可是最重要的是第三句 第三句 你的印象落在阿赖 这个麻烦 这就变成了 变成了所知障 星云象 你看你有星云象 你的清净心没有了 你要知道 执着 言说给名字 心被污染 名下 心也被污染 燃得不深 最严重的 这个人物 就是意识 星云象 你的心 叛远这个象 也就是什么 我自己懂得什么想法 我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这节目没有意思 你怎么会有意思 你怎么会有意思呢 佛是从没有意思 说出来的 你怎么念了 会有意思呢 那个意思不是佛的意思 是你的意思 这是佛法最难的地方 不能用心 那我们要会天天看 有 我们天天看经 天天读经 天天听讲经 会不会呢 关系在会 会的时候 我在这里是修禅定 修清净心 修什么 修不着相 听经 不知着言说相 不知着名字相 不知着心元相 我在那听经 这样听怎么 这样听 智慧心相 佛的经 佛的这个言语 把我们自信 拨入智慧 带着音出来了 如果我们一着相 智慧就发生障碍了 这种障碍 叫所知障碍 贪嗔痴吃慢 那是烦恼账 叫二账 释迦摩尼佛为我们表演 19岁出去参训 修了12年 最后怎么样 彻底放下 他才能入定 他才能大吃大福 这个用意很深 所以东西要不要学 要学 要会学 要在学习里面 东方人讲 佛法讲 以后如根道道讲 悟性 在学习里 怎样把悟性 启发出来 一文千物 文以知识 那是智慧 那个才管用 所以教学 古时人教学 跟现在教学 完全不一样 现在人教学 机械的 全脱了下 古时候 高明的老师的时候 他反对 他不会用这方法 我在台中 跟李老师学经教 是你 老师不准学笔记 我听经 我的座位 是坐在第一排 是跟他两个面对面 这长安排 叫我专心听 他说 听那好东西 写下来 怕忘记 用不住 用不住 你自信的 在清经里面 修清尽心 你看 经教跟我们运下去 你自信里头 有无量寿经 你自信里头 有无量寿经 跟无量寿福 无二无别 你相不相信 经上诉说的 我信 即是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即是我信 如果你也相信了 你就不必执着了 你就这么放下 放下 智慧 陷阱 不放下 知识 你所记得是全知识 知识有限 你那个 藏书的地方不大了 会装满了 智慧是无尽的 你装不满的 而且不是外面来的 是你自信里头有的 这个重要 所以怎样 让我们这个自信 得能 智慧 能透出来 那你就一定 一记 得定 应定 开会 你在说这个如此 未经许 好 你 如此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